有句古话说得好 养儿防老 这个观念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 根深蒂固于这个古老而伟大的国度 人们总是认为生女儿无用 因为他们迟早要嫁出去 成为别人的家庭成员 年老之后 自己也难以全身心地照顾自己 对于老年生活更是一片茫然 而儿子则被视为不同寻常 他们可以传宗接代 能够在老年时照料父母 因此 重男轻女的观念一直存在 特别是在北方地区 这种传统思想更为显著 但现实往往与想象背道而驰 很多父母在年老之后 才意识到女儿的珍贵 甚至会为自己早前的世俗观念感到羞愧不已 然而伤害已经造成 他们只能硬住头皮面对女儿 近林中 有一位名叫王大爷的老人 今年已经六十岁了 他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本以为在为孩子付出半辈子后 他可以享受晚年的宁静 但出乎意料的是 他却被儿子送进了养老院 成为了他最后的归宿 王大爷的妻子早逝 他独自一人抚养三个孩子长大 王大爷是一位技术型人才 工资和外快都相当可观 然而 他却受到了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影响 年轻时把吃喝玩乐的好处都优先给了儿子 而两个女儿则备受冷落 经常被忽视 直到王大爷被儿子亲手送进养老院 他才明白 原来养儿未必能防老 有许多老人主张自己挣钱自己花 认为儿孙自有儿孙福 他们赚钱是为了养老 这看似理所当然的道理 但有些人却舍不得给子女花钱 等到自己年老退休 想要享受生活的时候 却发现子女们似乎对他们不闻不问 这也可以理解成一种祖团养老的理念 即老年人可以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或闺蜜 组成养老小组 这样的生活方式也并不坏 毕竟人生如逆旅 难得随心所欲 但有些父母的生命中只有子女的幸福 而他们自己却永远被忽视 在我们社区 有一位叫张阿姨的女士 年轻时是一位备受瞩目的美女 不久前她怀孕了 但丈夫因一次工作事故不幸去世 当时公司为此事赔偿了数十万元的安家费 在那个年代 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张阿姨的家人曾劝她堕胎 毕竟一个女人独自养孩子并不容易 如果她想再婚 对方也不太可能接受别人家的孩子 然而张阿姨不仅没有听从家人的劝告 还一辈子未嫁 她将儿子视为亲情的延续 是她与丈夫的结晶 在教育儿子的过程中 她全身心地溺爱她 将所有关注力都集中在儿子身上 随住时间的推移 儿子变得在别人眼中霸道 蛮横 不讲理 但张阿姨似乎对儿子身上的任何缺点 都视而不见 不久前 我在小区里见到了张阿姨 她衣着单薄 眼神呆滞 仿佛失去了生活的动力 经过一番交谈 我才得知她为了儿子和儿媳请了假 原来张阿姨用丈夫的赔偿金 购买了一处高档小区的房产 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 起初 她住在新房子里 帮助照顾孙子 打扫家务 为儿子和儿媳做饭等 然而 随住孩子一天天长大 即将上幼儿园 婆媳之间的矛盾也愈发严重 儿媳不满意老人做的饭菜 或者认为家里不够干净 开始挑剔各种问题 张阿姨也感到有些难以承受 尽管听住儿媳的责备很难受 但更让老人感到伤心的是儿子的漠不关心 儿子似乎对于自己的母亲被媳妇责备 批评 毫不在乎 甚至有时还与媳妇一起责怪母亲 张阿姨说 自己搬出来后 儿子没打过电话 甚至都没回来看过她 她感慨地说 如今的年轻人更需要的是一个照顾孩子的保姆 而不是亲情 她与儿子和儿媳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不愉快 几乎没有往来 为什么那么多父母把一生的吸血都放在子女身上 却遭受这样的对待呢 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 过度溺爱是一种无形的杀手 许多家庭根深蒂固的奉行重男轻女的思想 认为儿子能够继承家族血脉 女儿长大后就嫁出去 成为了别人家的人 这种观念导致男孩们过度溺爱 他们养成了不负责任 自私独断的性格 二 言传身教的缺失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 也是最好的榜样 孩子会通过模仿家长的行为来学习和成长 如果父母孝顺长辈 孩子也会效仿 反之亦然 三 缺乏有效的沟通 良好的沟通是人际关系的关键 尤其是亲子关系 如果家长和孩子之间不能进行良好的交流 关系就会不和谐 这也是家庭不稳定的一个原因 以上两个故事告诉我们 应该注重家庭教育 与孩子多进行沟通 不要过度溺爱他们 毫不保留的爱不是正确的方式 它只会导致缺陷和偏执 此外 在孩子年幼时 应该教育他们百善孝为先的道理 我们在培养孩子做人的同时 也要教导他们懂得孝敬父母 作为子女 我们更应该关心父母 虽然有句俗话说老小孩 但实际上 随住年龄的增长 心智年龄应该更加成熟 我们应该像对待孩子一样 耐心 关爱的对待养育我们的父母 他们养育我们 如今该我们回报他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左右